第七国战的集锦视频 就是类似于张坤所创立的身份局的那种周末娱乐的视频 那么现在国战玩的人也是比较多 而且在直播方面也有挺多人在打 我现在也是开始去玩一些国战了 那么在这周里呢 主要是一开始呢 主要会选我自己的视频 当然我也接受大家投稿 那么我们的一个规则也非常简单啊 只要你觉得非常精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来做第一期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卫国 卫国也有两局路选 这是卫国的一个团战 主视角是我自己 可以放快一点 由于是第一期做 所以我对这个它的速度的把握也不是很好 我们先尝试着 尝试着来控制这个节奏 这边的话六号位直接效果 一个跳出来 跳位高调 卫国是这个 国战里面的团战强国 而且都具有卖血属性 一般来说 卫国的武将具有卖血属性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这里选了一个 郭家和 这个夏侯敦 他们俗称这个组合叫郭德纲 叫郭德纲 骑手进行到五号位置 司马真机 司马真机直接来一波 好 这边直接一记起来 那就是卫国的三连洞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凶残 而且又有一个曹操 那么我们把这个三尖两人刀给真机 让真机可以去打一些输出 张角出来了 张角有黑桃 这也比较难受 虽然有一张黑桃吧 飞来横过直接给他打掉了 然后这边的话 吴国阵亡一个孙权 我 熊玉出来 一张一张AOE找四个卫国啊 就是传统中的这个剧本节奏 AOE找四位 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卖血武将 看到没有 司马懿也是卖血的 曹桑卖血 熊玉卖血 郭家卖血 各种卖 这边是可以直接A的啊 引记起来 这边桃子可以给出去 然后我自己拿一张杀 让草草回血 吃个桃 然后输杀 热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弃牌 千里兽人头 效果神迹 那么立马就进入了四打二 野心加点尾出来了 野心加点尾 非常可怜 但是我们桃子比较多啊 通通算你的 那好 刚烈你 你想算你的就算你的 刚烈你啊 还有桃 然后又是一个效果 千里收人头 曹桑收的人头是非常多的 一代劳 一代劳过一些牌 然后这边贴一张乐的话 就进入四打一 还是非常容易 一会儿 当即 智绝 没有遗失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周末娱乐的国战视频都是这样的 就是 按照位属无群的这么来打 然后呢 团战是一种 然后自己也是一种啊 那我们下一个是看到是个人 这个曹皮张和 曹皮和张和这个组合呢就是可以在行商之后有一波大的爆发 而且不会弃牌 我们会选 主要是 比较正义两种视频 一种是这个 团战的视频 另外一种就是 叫什么 叫什么视频 个人能力的视频 或者是一个人突然表演的视频啊 好这是我们在5号位置没有开巧遍 当然野心家视频也是很好的 如果以后每周都能够收到野心家的那个优秀投稿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数量增加到10个 现在我们就采用这个两倍数来播放吧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 棋盘 两倍数能接受吗 不知道啊 看看第一期视频做来做下来是什么样子 如果如果能够控制在40分钟 我们就以后就两倍数 如果控制不到40分钟的话 我们就要再快一点了 而且国战前面的话很多都是带气牌啊 挂装备啊这些东西 确实要进入一个这个缓冲期 对吧 前面缓冲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快一点缓冲 等开始亮降的时候就有意思了 这边的话是直接呃 远距离的杀一刀7号 不知道为什么要杀 并没有什么动作前面 气牌啊 无中 同时国战里面的话 嘲讽控制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前期大家都会比较低调 但是呃看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我打国战没有那么猥琐 都会选择比较比较早的去打啊 好这边这个这个马腾为什么要出来啊 他是寂寞了 那这种出来就很不科学啊 你出来能改变什么吗 然后这边立马也跟下来了啊 大家好有默契在第二轮一起出来 好巡运 张飞 张飞 这边死亡了 死亡了 这里我没有救啊 因为我觉得救他没有意义 因为救了之后他还是死 这边铁锁又打出又打出一个位 好这边一击贴乐 再决斗 这边给我啊 就现在他们谁死我都不会救啊 这边打一张武器 因为我们就是要 把自己留牌就可以了 这里白银给邓爱 然后一会我们可以再去弄白银 让这个郭家回血 这边杀 然后我们争取能够靠着这个曹丕张和的个人能力 有一波爆发就好了 好多杀啊 兄弟 冰凉寸断 满入侵 又是LOE 那么这里呢 是可以救也可以不救的 好这边卫国还是要救 曹操来了 这局这个卫国人还是比较多啊 但是比较好看的还是曹丕张和的这样一个组合 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他能够存到很多很多牌 而且在队友死了之后也能把队友的牌 作为自己的牌来使用 你带老白银狮子回血没什么问题 但其实也可以不带 也可以不掉 但是他又为了八卦挂这个八卦阵吧 可能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把它换了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找一张连弩 然后去成功的去收场就好了 看看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够把这张连弩拿到手里 手里我有火杀火功啊 这些牌是能够打一波的 好 那么现在就去偷啊 偷一下 这边直接打了一张国务蟹 然后掉鞋 喝酒 好 是时候到我们的表演了 用兵之道 变化 无中生还 心中 我问一下他 不去过差原因是为了留这张黑桃花色 因为前面马腾亮过黑桃 所以我们要留下黑桃 一旦去决斗他 跟他拼着命啊拼着命 拼着命揍他 来来来 海管埋 海管埋 开万件 让郭家给我们卖牌 然后去收这个张飞 但是郭家为什么要给我们打个无限呢 不知道 正常来说是卖牌的 好 两张牌 冰无常事 水无常行 去斗一下 借刀杀人 这个可以杀他 可以杀他 不给他刀 因为给他刀的话 他可能会有这个距离去九杀 对吧 九杀我们会比较亏 这边黄中也是怒了 你怎么还不亮将 雷闪 好 邓爱出联弩 雷闪 好好杀杀杀杀杀杀 不得不服雷 他还管埋 主要就是我们之前那一波直接打赢了 我最难受 之前那个一波爆发 顺手千杀 变化万千 好这都是我自己打的视频 看了两局这个卫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鼠无群啊 我们但是先看群吧 先看群 这是就是我直播的时候打的一局贾许 讲一下这里面贾许的这几个武将 就是恐龙贾许 恐龙这个蔡文姬 或者贾许蔡文姬什么都是挺好的 但是我选的贾许恐龙 因为我是必须选贾许的 我认贾许的个人能力特别强 然后选一个恐龙的话 一方面是有手量 一方面防御不错 我并不是那么中意蔡文姬啊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么我们是在这个一号位置 这是我直播的时候打的一局 一局这个录像啊 这局可以我们可以一倍数来看 因为也比较快 好看一下琪琪手牌 琪琪手牌杀杀陶决斗 然后再摸一下牌 摸到19很决斗 我一看这种手牌还是很厉害的 那么我们在直播嘛 我们直播标题叫做三国杀不靠降全靠浪 不靠降全靠浪 那咱们就要浪一波啊 开局先浪 浪起来 这边杀这边杀我 然后雷击 其实他没有杀我是表了一个群 表了一个群 但是呢由于贾许在乱我的时候 一般人也是不敢杀贾许的 所以张角是不相信他 所以去雷了他 那么这是直接带出了一个队友 这边去杀他 四号位杀这个五号位没问题 不敢杀张角 我们看一下啊 进去看 曹操 曹操出来了 曹操拿杀反杀 没问题 这边呢 156 这个笑唱四方同学 掉鞋掉鞋 有意思了 这个人杀我 那我们一波败咖啡啊 敢杀贾许 大家记住贾许在乱舞的时候 你不论多么讨厌贾许这个武将 都不要去摸贾许啊 可以看到贾许第一波爆发 直接带走一个鼠波 然后这边是真的是 是真群雄交产吕布 然后开始决斗 你见一下 那么如果张角第一波批对人的话 就更厉害了 然后带一张杀 那也说贾许开局浪一波 直接开出来啊 直接开出来 这是我们国家的时候的 好 这边魏国直接死了两个 死了死一个 然后曹兵在这里 收一下牌 这边画佗 九杀 早睡早起 孙权吕蒙 石桃挂剑 杀一刀 雷姬天然黑桃 气场压制啊 天然黑桃啊 然后这个六号位置呢 是一个离开的人 所以这局我们后来又三打一 三打二了 这个吕蒙也是很快要死的 我们都知道 曹兵呢 不能投降 所以一直坚持到了十分钟 他才投降 这边我们简单看一下 等着看完吕蒙死 就行了 给张角闪 张角没有闪 那离剑 打一波 清堂 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暗将杀死好了 暗将杀死之后呢 可以让曹兵尽快的投降 等到十分钟就可以投降了 那么这种国战节奏还是很不错的 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哎呀 猥琐的不行 一直到了 一直到了二十分钟 都没有人晾将 那样就不好啊 好十分钟了投降了啊 终于等到十分钟 那么曹兵也是投降 这局主要我们开局就打得比较烂啊 直播效果好啊 就是这个假许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董卓 董卓和周氏 就是我自己 也是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打了一局 这里面的话 有魏国有群雄 那么这个魏国呢 一个曹人一个夏侯渊 我觉得他 他的个人能力不满足魏国这个向性啊 没有卖血的向性 而且曹人要翻面 没有行动回合 所以我选一个周氏和这个董卓 来打 那么董卓的话是有这个爆发的 就恒争争有爆发 我觉得周氏这个技能还不错 所以我没有把周氏放在副将 而是把董卓放在副将 避免这个成为白板 看一下这局是怎么赢的 我们在八号位置 杀杀杀杀杀杀 第二张蓝蛮入侵 那么我们要掉血了 我们有可能在第一轮能够发动恒针也不一定啊 好 一张两张AOE 终于找到一张魏国 那边六号位三血 这个也不卖血 然后被一直打得很残 那么可能是这个小蜀国 也可能是小吴国啊 这边顺顺顺顺顺 这边顺顺顺 火攻 好 这边的话是火一下 跳一个飞味 勇不背弃 李健 也是群雄啊 又给力了 是吧 酒 喝一口酒 我现在又特别希望谁能打我一刀啊 谁打我一刀就是要教他做门 好 还好这个有个袁绍 但第一下我是要闪的 因为袁绍有可能要射第二下 闪 闪 弓箭手 吊鞋 那么射两下之后应该不会再射了 因为有可能把这个貂蝉是真的给射死 我们打了一下无限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一波啊 摸牌 我们手里有负一码 所以呢我们去拿个连弩 拿这个连弩啊 然后以一代劳走一波 至于至于可以去换牌 因为我们已经是四群雄了 所以直接用这个连弩突突一波啊 顺一下他的人王盾 然后开始杀啊 开始杀啊 杀杀啊 因为我们是周氏 所以这个孙上香不能消机 注量不能空城 巡运不能截命 因为我们有周氏的存在 这局也是非常精彩 六分钟打完这局游戏啊 好这边是这个群雄 那我们来看一下无果 这是也是在直播楼打的 也是自己的录像 如果我这边是二号位置 提手刷到一张连弩 有陆逊 有太尔茨 那么一定要骚起来 浪起来浪起来 如果看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 我直播直播的标题取的是 三国沙不靠奖全靠浪 因为这个奖就是那个滑水的那个奖 取行那个三国沙武将的意思 是吧 所以我们打国战呢 不喜欢那种 就不喜欢呃 憋到最后 当然其实我挺挺 其实挺多时候也是需要憋的 但是如果你想 你想着浪着点打也是没关系 都可以 那为了不让司马依反过桃子 所以我们要去弄一下 然后挂张连弩 杀啊 继续杀 直接打这两个卫国 交缠旅座一看双位啊 那他表示他也要做事情啊 而且前面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在用这个紧张的时候 打了一张 敌人给我们打了一张无懈可击就跳了自己是非无 所以要放心大胆的啊 去去找他 因为如果他是你的队友的话 你不管拆他什么 他打一张无懈的时候被过拆一张牌 肯定还是打一张无懈比较亏啊 这边直接是在吕布的带领下 直接双位灭亡啊 直接双位灭亡 我们传统用的这个国战大国 魏国就这么没了 在这个陆迅和泰尔茨的一波浪之下就浪浪浪 浪走两个 丢九杀是吧 然后开始他们开始玩儿围锁了 这个人开始玩儿围锁 啥都不做然后开始打暗将 打暗将是没错的 反正这个人没有打我也没有打吕布 所以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摸一下反正我们去打他 因为我不能惹吕布 吕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来说貂蝉妹妹何必啊 卖一个萌啊 这边飞鼠我标一下 这里的话其实感觉很多人都是群雄啊 因为都在打这个祝荣嘛 那么我觉得这个人我当时在我的眼里 我认为八号位置也是比较像群雄的 所以我想去限制一下八号位 而且这个七号位也在杀六号 你看现在这个人杀吴国了 那又不是吴国 那就是只有可能是群或者是这个位 好这边我们的队友跳出来了 孙上香同学 虽然表示咱们咱们猥琐够了 是时候出来打一波 群雄真群雄 真群雄张角啊 吓死我了啊 差点被雷击 还好没有啊 还好没黑桃 就是说发现这个另外一个案件 其实也是吴国 那这个周瑜其实之前没有必要去打 这个孙上香 因为孙上香前面一直没有动我 已经跳了是非常像吴的人了 在我顺他的时候 他也没打吴蟹 他有名吴蟹那个时候 感觉上大家都是群 我当时觉得八号七号是群 觉得这家是吴 但没想到这个 其实周瑜也是我们自己人 那就进入这个三打二就 比较容易了 有大桥的控场 有孙上香的回复 有陆逊的过牌 有泰史词的拼点拆迁 是吧 吴国充分展现他这个团战的能力 叫做能控能打能乃 既能控又能打又能乃 是非常强的 有无数的桃子买我 这也是一个送方片 好一波打死 好我们来看这个另外一局 是我在这里面我们选这样的话 选了一个四 选了一个 周泰配一个周瑜双周 周泰配周瑜的一个好处是因为周瑜在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团会有个单挑能力 如果进入到残局的话 周瑜的单挑能力是不错的 而周泰的一个不居属性 可以保证周瑜进入到后期 他的一个英姿过牌 会使得整个人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行手牌 杀杀无限 万剑 由于是在二号位 所以没有考虑放这个 没有考虑用手细卡 觉得还可以 因为我能够先摸牌 就等于是自动调整一次手牌 远未乐 开万剑 万剑可以开 因为我们存不住 所以必须开 出一个真击 出一个真击 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用杀去打真击 因为用杀去打真击的话 会吸引来为国的仇恨 所以丢一张无险可击 我们不需要用无险可击来做什么事情 我们两张杀来防南蛮就好了 那么这边依然是这个吕布啊 一看这个真击出来了 仇卫啊 独占打多的人都是一件仇卫心理的 这个我也理解 毕竟这个卖血是很恶心的一种属性 无中生有 顺手牵羊 九 杀 尽管来吧 那么这边也是打的飞起啊 打的飞起 骑手打的飞起 你喝酒 我也喝酒 干了这一杯 还有下一杯啊 不知道下一个酒杀在什么时候 那么后面的几位玩家相对就比较低调了 不想参与到这个你死我活的战争里面 看着人默默的去拿桃子拿武器啊 拿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我们呢是拿一张桃园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不想放桃园 得吕过吕过 吕过回标写答肯定放桃园的 吕过又放了桃园 那么真机也能有桃 也能桃园 就不好了 就难控了 对不对 这边华佗出来 我是哥要给你高调哪一口 过河拆桥 那么没办法 那华佗你得死啊 好我们有连奴 这个时候学员去杀一刀真机啊 假装自己是群雄 这个时候的演技就比较重要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假装自己是群雄呢 是因为要使得这个群雄的仇恨更高 去杀这个真机 另外真机的手牌也比较多 一时之内我们也打不了这真机 进入后期真机也是我们的一个麻烦 我们用杖花神王去杀这个曹元真机 让吕不以为我们是群雄 那么这样的话 吕不不会对我们现在干扰 而且进入去压着真机 把真机的状态压下去 而且画佗由于有画佗的存在 所以所有的群 所有这个不是群雄的玩家都会去打画佗 而不会管我 再加上另外还有一个名的群雄 对吧 所以我们就很安全就装一个群啊 那么这个时候人家就在说 是不是大群呢 其实不是 早睡早起 再次早睡早起 好那么他在杀啊 好我们继续继续这么 对继续猥琐啊继续猥琐 不要闪 那么这一局的话就不像之前那么 快节奏了 但是目前来说应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 短暗的环节了 因为我们一直续了两张杀 加上一张连弩在等待的插 这个人跳了一个飞群 好吴国出来孙权控场 一旦有孙权控场 那么我自己就可以不亮 或者弹牙手牌再考虑亮还是不亮 两张南蛮打出来所有人都残废了 所有人都残废 那么我们就要出来行动了 该做事了 事实后来做一波事情了 你看这个蜀国也来了 也来开始打群球啊 都开始打群啊 打群打群打群 司马懿又被又被搞了 再来回翻针机啊 翻来翻去 好这比加伊马比较神 那么我们没法去弄到他 但是我们还是要动手的 还是要动手啊 还是要动手 对还是要动手啊 一波动手 我们之前这个大虚报 因为真鸡这个地方出逃是比较比较奇怪的 真鸡出逃的话 那么曹批就没有逃 真鸡应该自己死吧 逃都给曹批啊 然后我们这个续报的一波就直接赢了 米蒙孙上香还没有出来做事就被我给带赢了 这里我们前面去装群熊续报联弩打一波 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 那么五国的两局也看完了 我们最后看蜀国 那么其实我并不是黑蜀国 但是蜀国呢 在这个国团国战里面确实不太不太好用 那么但是今天我们所选的两局呢也没有那么精彩 但是为什么入选了 是因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武将加入到了蜀国 那团队里面那就是弥夫人 而弥夫人是一个新的国战武将 可以给他讲解一下他技能 所以作为本期的中文娱乐给他讲一下 那这时选了一个弥夫人旁统啊 弥夫人归秀 当你名正此武将牌后可以摸两张牌 当你移除此武将牌后可以回一点血 这是他的第一个技能归秀 第二个技能存刺 就是等待而来而言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武将牌移除掉 然后使另一个蜀国的武将 也可以是自己拥有一个技能叫永绝 永绝这个技能的表述就是说 如果你在初牌阶段使用的第一张牌是杀 那么你可以把这张杀拿回到手里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他发动存刺的这个目标不是自己 就是说使使永绝的目标不是他弥夫人本人 而是另一个蜀国队友的话 他还可以使那个人摸两张牌 这就是弥夫人的技能 那弥夫人这个插画是慕美人画的是非常漂亮 这个美背相间啊 我们可以去这么形容他 是吧 当然如果要用这个最精最最高度的赞美呢 那就是两个字可恶 这边 呃里点骑手也是连弩啪啪啪 一边杀边摸啊 爽的飞起 来我们来看一下里点的第二回合 杀杀杀 这个玩家也很厉害啊 吕布的话是居然能够闪到他最后一张九杀 也还是非常厉害的 封灯 里点灯碍也是国战的一个好的组合 尤其里点在是非常适合国战 我我现在玩了几次里点对里点特别喜欢 这里我拿闪电 为什么拿闪电 是因为我有庞桶 我可以打一波铁索连环庞桶 铁索连环大闪电一波啊 我可以打一个这样的一个战术 火功 好这边火功啊 这个里点终于死了 嚣张两个回合 骑手打死一个恐龙 这也是我们在国战里面非常少见的局面 就是恐龙在第一个回格那边就死了 什么都没做恐龙就死了 这边磁头 以易代佬 顺手牵脊 过河拆桥 蓝 compañ清!我们出沙! 关羽出来了 我们有个络游 找到了络游 那么有机会给他发动技能了 这边孙上香被我顺一个三尖刀而发动交击 这边去远远的杀一刀 现在的话在我眼里的话局势并不是那么明朗 但这个人跳了一个飞舞 这边跳了个飞裙 知道这个 那么孙上香一旦挂出李蒙那就必须是早死 那就肯定是早死对不对 先火攻一下 闪电我们闪电电起来 李蒙孙上香也是一个boss 没人敢让他在那一只存牌一只存牌 那么尽快把他给弄死再说 取穷探分机出来了 那么这件事选择睡一下 结果我们自己被闪电了 我们的梦想破灭了 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叫做闪电一波带 结果后来告诉我一个电人者人横电子 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彭桐也有被电的时候 直接一条命就没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什么都不做 去打这个吴国色上香 先去打boss 先去打boss 由于这个群雄 一直是在打这个六号位置 所以这个六号玩家 对这个群雄特别仇视 表示说如果你再动我 我就要吃菜 我就要吃菜 过河拆桥 这里借刀呢 其实是想这个借 让庞德去打他一刀 谁知道他没有杀 不小心拆了庞德距离 这个事情做的不太好 因为一旦拆了旅不距离的话 那么他又只能杀官员 或者杀我 就不好玩了 这个周氏跟这个六号玩家 是深仇大恨 从开头打到结尾 没有消停过 早晚要吃菜 就是这么个意思 杀一刀 继续干这孙上香 先把这个boss打掉再说 boss表示不想活了 你们为什么都打我呀 然后那个吕布也来了 是吧 吕布一有距离立马打他 那我也表示 我们也不想活了 你为什么一直存牌呀 为什么你有七八张 我只有三张 这不科学呀 是不是 这很生气 周氏很生气 要吃菜 周氏很生气 要吃菜 吃的好吃的好 这是个徐胜 所以我不杀他 因为我杀他白银会回血 这就不开心了 好 那么我们 我们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亮这个弥夫人的时候 是摸了两张牌的 是摸了两张牌 这边张飞出来了 好 现在到这个弥夫人 技能讲解这段了 我这边存刺一下他 然后给他 摸了两张牌对吧 然后我 我使用的第一张牌是杀 然后可以把这张是 把这张杀拿到手里来 就是泳绝的效果 看到了吗 我存刺他 就是张飞获得泳绝 那么泳绝效果就是 我出的第一张牌是杀 我可以把它拿回手里来 跟张飞的配合是比较好的 可惜张飞第一张用了 韩明剑 这个时候八卦阵 很厉害 而且我们刚才这个目标 不用自己 所以给张飞额外摸了两张牌 这个八卦阵好凶 还好我们有过拆 是陶 张飞如果用的第一张牌是杀 他可以拿回去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第一张雷杀对吧 他点一下这个是 然后把这张雷杀 再拿到手里 然后杀他 然后杀韩明掉他 然后雷杀对吧 就等于一张杀用了两次 有张飞咆哮的话 这个就非常好 然后这个我也是 可以把他杀再拿回来 就是他的一个效果 可怜其百 这就第一张用杀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终于实现了 我们的闪电梦想 对吧 终于实现了我们的闪电梦想 把人给电死了 这就是倪夫人的第一个技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录像 我们来看 倪夫人的第二个录像 这里是倪夫人和魏爷 蜀国呢 由于他的本身的个人能力 不是那么强 所以在国战里面 节奏显得就会相对慢一些 所以我们蜀国的视频 也会比较慢 这边丢顺手丢闪电 这边效果好凶啊 这个叫这个越境啊 现在现在这些玩家 都喜欢来抢手量 他们一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叫做防员哨 他们都是为了防员哨 那么我们也是起手 被打得比较惨 对面貂蝉回来了 貂蝉哥哥就喜欢 姐就喜欢你们这些男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杀人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貂蝉啊 看我先登城头 立下手工 这个越境也是浪的飞起啊 除了这个没有消 这个司马懿之外 所有人都消了啊 男蛮好梦中杀人 好男蛮 我们要被男蛮放肆 董哥的 小小把戏 好黄冬出来了 他们可以直接开始打团 非常可惜啊 脚哥这里没黑桃 不然的话 司马懿是控制不了这个的 张脚是后改 张脚是可以把这个 垫死他们的 反馈啊 反馈梦霍 梦霍背锅 然后打出一张发现不行啊 打不死人 那桃园也一好了 还有这样的桃园 要不然我们就危险 要不如我自己就危险了 那我这里留桃 留杀 留基本牌 因为还有男蛮 这边三尖刀打一下 司马懿根 郭家果然是这个 小兽中的极品啊 卖血的巅峰 对吧 一滴血出完之后 马上原地起 原地复活 姓春哥 狗六打南蛮 复杀 那么这个孟贵 也是获得了技能 千里兽人头 英姿一张牌 英姿一张 请先吃我吧 黄盖表示看不下去了 黄盖表示 要出来做事 在所不辞 说你们蜀国和这个 魏国玩的飞起 把我当什么 我也要是来 来参与一下 气牌 解决掉了一个魏国 这边有一个暗将 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 有两个暗将 所以我也要低调一下 不要别让这个八号位 再给我打得太严重就行 然后当然 实际一到 我们要立马去控这个暗将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暗将 不管他是谁的都很危险 除非他是我自己的啊 这边 气牌啊 我给自己打无限 这里并没有给猪龙 这个这里的话 这个猪龙也是比较悲剧啊 人家说这个猪龙配中格 是斗逼组合啊 也是有原因的啊 空城的时候收招难瞒 连弩啪啪啪 完全没办法啊 锁定计收难瞒 锁定计破空城啊 请便吃我吧 攻击 好 那么又进入到这个 这个 比较下面的局了 闪 现在开始进行大暗 打暗将 打暗将啊 杀 哦 斯文也觉得暗将危险啊 去打暗将 好 做人对了 在所不辞 黄盖表示先苦一锅 苦到四血 然后摸一下司马来说 闪 闪 这边黄中跟司马懿 弄起来 最后这两局呢 其实比较体现的是 国弹的一个策略性了 就是猥琐流了 跟前面的风格不太一样 但是主要是给他展示 这个弥夫人的美丽的图案 以及他的技能 继续顺 继续打这个小兽啊 小兽终于也不行了 做到一血了 一会不要再满 满血复活 再满血复活 谁都打不动了啊 就失去信心了 这边不是卫国标一下 那就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 就一个人打他了 一个人打他 然后我自己装成一个卫国 再 反正先把暗将打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2比1的一个优势 而且这个司马懿马上就要死 所以司马懿一滴血 没有桃子立马死的人啊 所以丝毫不怕他 原地复活啊 原地复活啊 三江桃 啪啪啪啪 78Q啊 三江桃 看到了 鲁布 赶紧杀他啊 群雄啊 发现是个群雄 那其实就是说 目前来说 我跟黄中已经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 但是我们的优势是非常微弱的 是必须要解决掉这个司马国家才行 我们看到司马国家确实是 真的是跟春歌关系比较好啊 两个人跟春歌都是有一腿 然后这个春歌就让他们满血复活了是吧 南南武器 黄盖呢也是自杀流啊 自杀流 苦到了这个一滴血 然后气排过 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了 这边有张闪电 这张闪电的话应该会电吧 我觉得 不如他想电其他人 可能别电我 因为我一直没有动过他 我不是一直在打八号吗 跟他是一个阵营的 这边是选择把这个不虚啊 周泰给打了 乐一下他 这边打不谢 只要司马懿一死 我们就是优 我们就是优势了 因为周泰 就黄盖周泰 周泰一旦掉血的话 我们就根本不怕他 这个小吕布能做什么 小吕布只能起来挨个电啊 终于亮将了 好 暂时技能阶段 我们其实我们开始了 过河塞桥 然后杀这个黄盖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发动一下技能 对吧 然后给他摸牌 他摸两张牌 然后呢 我们还能回血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先出的第一张牌是杀 就可以把它拿回来 他这个先出顺不好啊 我觉得你先出杀就可以了 当然他有九杀 他肯定是要出九杀的 过河拆桥 以意待劳 先出杀就是可以省杀嘛 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敢杀 一张杀可以从头到尾 好你看我把它拿回来对吧 拿回来之后 我这张杀下次再用这张杀杀 这张杀永远是我的手牌 六不屈 这个黄盖也比较凶啊 我再拿回来 就喜欢这张杀 不喜欢别的杀啊 如果配张飞 姐妹我也讲过 就是说这个 弥夫人配上张飞的话 也是不错的 而且我们看到弥夫人这个士兵 这个插画也是非常好看的 士兵这个插画也是非常好看 所以值得一玩 那么最后在这个弥夫人 把这个周太给杀死了 那么本期的第一期 国战周末娱乐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可以给我投稿 投稿邮箱在优酷上面 和在这个直播间上面都有写 然后呢 喜欢国战的朋友呢 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国战群 或者订阅一下我的微信啊 就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最美莫果兰 我们下一期国战周末娱乐再见